秦天柱更是落在屋里屋了 特点糊涂了 你说这怪不怪 怎么突然想起来往我这搬了呢 张先生 我看他率府周围 防范严密 为何太为半路搬迁 这一点都不假 你为秦天柱亲眼看见 好家伙 他看的还是白天 他还没看见晚上呢 那白天虽然不是冰层层甲层层 可到处都是冠军 有的是戎装铁甲 有的便服藏刀 到了晚上啊 那都是一波挨着一波的 围着那个县衙门转悠 恐怕有点空隙 钻进去个刺客 那还了得呀 就是这样高太为也放心不下 为什么他突然间提出来 要从城里搬出来呢 因为近两天得到的密报 说在县衙附近发现了两个 刑际可疑的人 他当即传令把这俩抓来见我 等他动手要抓了 这俩人不见了 可是刚把人撤回来 这两个人又出现了 这些高求可吓坏了 他在城里头待不下去了 这不玄乎吗 谁知道什么时候钻进俩来 把我宰了啊 他这才把手底下的人全都找来 把地图拿过来这么一商量 哪最保险呢 要讲究宿静的话 说近有路退有门 能攻善守 离城还不远 那就得说金凤岭了 金凤岭地盘挺大 在哪找这么一个合适的公馆去 这公馆必须得安全宽阔 亮堂大方 因为太尾住的这地方 不仅是吃好喝好休息好 还得歌舞欢乐美女陪伴 有人就告诉他最好到擎天柱他们家 他这才把小子房给打发来 这叫擎天柱为难了 他说不接待高求 那他哪敢说呀 说要给接来 他知道高求这人性不怎么样 这位高殿帅住的我这儿一高兴 再来个想当年曹梦德兵进晚城 那可就麻烦了 可这儿哪找邹氏去 邹氏没有 这后不有上官室啊 他为难了 小子房一看 哎 到底是怎么着呀 太尉相中你这个庄子了 做太尉个临时帅府 那你应该得高兴啊 你怎么不理我了 兄弟啊 能不能晃个地方 嗨 换地方干嘛呀 人家请都请不去呀 任兄 咱们在江湖待惯了 你好不容易街交了店帅 有这么个朋友 还有亏吃吗 他不顾 你说我家里头这会儿 他不太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咱嫂子是见过世面的人 要文提笔能写 要无掌剑杀人呢 姑娘大了一点 不现在也有了人家了吗 把他许配梁山好汉 浪子艳青了 你还有什么不方便的 就这样吧 告诉你 你这时候应该在高殿帅跟前这么这么这么办 我说任兄你呀 指日高升 以后你不定阔的什么样呢 而且店帅已经得到了消息 说水破梁山派兵了 军事无用 可及时与宋江全都下山 可能已经来到了泰安 九月初一日 如果神州大类摆起来之后 这场傲战 那是免不了了 任兄已有出头之日 江湖四大怪节 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你必须得把这只鹿给高太尉射死 这次泰安穷雄入鹿吗 鹿一定死于我兄之手 其实这鹿啊 在古代就是政权的意思 不是有这么句话 秦时其路天下共诸之吗 那小子房是位游说能手啊 一番话就把晴天柱的心给说活了 踏实扬脸大笑 贤弟 好 那我这就做太尉的公馆了 可还有一样 我得到后跟你嫂子说一声 快说去 我就在这等着你 晴天柱跑到后边 跟上官是怎么一说 断锥的事情 那些邪气先甭提了 太尉要来了 咱们接不接 上官是真够大方的 谁 高太尉 就是菜经养检同贯 都上这来打公馆 也行 可有一样 庄主必须跟高殿帅说清楚 哦 我说什么呀 你告诉他 人吃马胃 金银钱财 粮草 一切 全不成问题 他手底下的人必须得规规矩矩 如果在这有什么放肆的行为 我可不管他是不是上将还是什么焦头 先让他摸摸 摸向上的手机 好家伙 清天柱一听 这话我哪敢说呀 只好就这么答应吧 他知道他这夫人的厉害 那我去回小子房 咱们是扫尘 相迎 小子房听的这个信之后高高兴兴 老太男秘密的去搬请高殿帅去了 还是得秘密 那不能大张旗鼓的来 那等于告诉天下各路好汉 太北高求就在金层岭下 你们都搬这来吧 那不麻烦了吗 小子房张立跟清天柱说的 尊是无用下山派兵的事 有这么回事吗 一点都不假呀 无用确实派了几路人马 但是人马派的并不多 水汉两路加在一起 才七路人马 水上为一路 汉路为六路 汉路人马第一路是 批火勤明双边胡彦卓 第二路是普天雕李英 双枪将董平 第三路青面兽杨志 金枪将徐宁 第四路丑尊马宣赞 百圣将韩涛 第五路景汉汉好自闻 圣水将军善平归 第六路赛人贵郭胜 小温侯吕方 水路总头领混江龙李尊 出洞交同归 翻江造同盟 朗里白桥张顺 船火是张鹏 总统帅山里山外 交给了玉琦林 卢尊义 军事是神机军事 朱武 等军事无用 把这些都派完了 这些人都愣了 各家头领都不走 怎么回事 军事哥哥 这人派的太少了 神行太不代宗 已经把消息带上山来 老贼高求 一共发了十三万人马 据说这十三万人马呀 多一半去包围泰安神州 要讲这些各路英雄 一网打尽 剩下那部分是水汉并进 来发良善 咱们有这么多的头领 没往外派 这么多的兵将都不动 那不是找着挨打吗 军事无用停在这乐了 列为人凶贤弟 不必多虑 古人说 善克者不战 善战者不失 善师者不振 你看 谁说无用啊 特别有用 军事说 这什么意思 他说善于克服敌人的人 不一定打仗 善于打仗的人啊 不一定带很多军队 善于董帅军队的人 也不一定排兵布阵 别看高求虎士丹丹 派来十几万人马 我们就派出这些头领 带着三五万人 绝对能够战胜于他 谷者贵以德 而建用兵啊 我们水不凉山 替天行道 以行人意为上 用武为下 一番话 把据一大厅里边的众家头领 说了个服服帖帖 都按条大指啊 我们服了 听您的 军事无用安排好了之后 他带领着 圣守书生 消让和铁面孔木 培轩 乔装成先生的模样 连个小书童儿都不带 一人一个随身的小包裹 暗藏兵器 用一支小粥 出了水泊 上路 就奔泰安来了 也是鸡餐可饮小型夜宿 这天兄弟三人走到了青石川 饿了 要打打街 看路边有一个小小的酒楼 在这吃点东西吧 几个人刚往里边 这么一走 坏了 里边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呀 也不是说喝醉了 是因为这位吃完了饭 没给人家饭钱 饭馆的掌柜的和伙计 把这位给围上 正在跟他那说呢 说您吃完了饭不给钱 这不行 我们凭学本做买卖呀 您没钱告诉我们一声 这位呀 别看吃完了饭不给钱 比谁还都好 我吃饭不给钱 你打听打听去 我在哪吃饭不给我钱 别说你这地方 我大江大浪 见过多少 小小的河沟能翻船吗 告诉你说 当今天子宋徽宗 都请我吃过饭 这一句话 这些看热闹的都给逗乐了 大伙乐什么呢 就是赵太祖请您吃过饭 您今儿个吃饭不是没给钱吗 人家这掌柜就拿这话问他呀 这位也有点发赏 他这个的话 这个嗨 话又说回来了 谁没个马高邓短呢 我今儿出来的荒唐 没带钱 给我寄上 寄上行了 您是刘二爷 您是李大爷 您得有个住址 有个明星 我们找您好要账去 还用您要吗 几天 这钱就给你带过来 你就写我干儿子的账就行了 那也行啊 只要有名有姓 您这干儿子谁啊 经营店帅太位高求 咔嚓一下子 买得学看热闹的 都给吓懵了 掌柜的差点趴在地上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都胡说八道 吃完饭不给人钱 想在这蒙饭吃 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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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八道 用不着八道 多难为人呐 我给你们拖下来得了 你们说你们要什么吧 看热闹 连掌柜的一看呐 全泄气了 我说他那么痛快 他身上没要之前的东西 你说你衬什么 我衬什么 啥子那个了没有 不 腰里解写一宗东西 那大伙一看 是个宝剑翘 还没宝剑 剑翘子都认识 认识 谁给我五两银子 我把这个压给他 我是买金 是卖金的各位 就我这剑翘子 现在我要往某地这么一放 五十两银子 他都得买 现在他官员那宝剑 他算受罪了 没有这剑翘子 搁哪都不行 正在这时候 无用领着这两位兄弟 打外面进来 这位也看见军事无用 他这 这位扫子要哭 先说怎么 咱这么个街外 碰到军事哥哥了 你说我这 我露脸的时候 碰一回不好吗 可露脸时候少啊 剩手书剩肖让认出来 这不十千吗 怎么回事啊 吃饭没钱了 肖让领着 无用就往前挤 他怕十千吃了亏啊 这让人扒了 这多难看啊 该多钱不给多少钱得了 铁面孔木陪宣 在后边就拽这俩人的医生 冲这俩只白手 那意思啊 他净惹祸 别搭理他 叫大伙儿含着含着 他也好 十千看见了 好啊 裴老弟 你这可太难了你 我丢了你能捡着 是怎么着 等了等了 大伙儿全别吵了 我们管账先生来了 先生 把钱给我看过了 胜手书生 肖让啊 还挺会接话茬的 肖让一看 这台戏不能唱杂了啊 还真就得兜着点十千 你说不认识他 那这话说不出口啊 他赶忙把脸往下这么一沉 哎 各位 吵什么吵什么 怎么回事 说着 肖让一指十千 这是我们东家 这一句话 把周围这些看热闹 连这饭馆的伙计场位置 都给吓了一跳 怎么着 感情这位蒙饭吃的是东家呀 这些人上下打铃打铃 吴勇和肖让他们 人家虽然乔装改扮了 穿的整洁啊 一个赛的一个 哎呦 管账先生这么阔强 东家倒穿的破破烂烂 再说这么些位都有管账的呀 这掌柜的呀 一着急问出来了 您几位都是这位的管账先生 吴勇这气呀 气得无忧一点头 这一点头 这甭万承认了 十千像你那件好就收吧 你跟肖让要二两银子 把这饭钱给了不就完了吗 他还来劲呢 啊怎么着 这都我的先生 我的伙计们还没来的 伙计好几万 快点 把钱给了得了 好吧 肖让掏出一顶银子来 往那一放 十千把这顶银子 扔给掌柜的 拿去 掌柜的还这用不了啊 这一块碎银子有三色氧 您看我是找个您银子呀 还是找个您钱呢 甭找了 那都给小费了 肖让一看你到大方 十千就有这么个毛病 花别人钱 说他大风之的呢 来来来 你们几位吃饭了没有 没吃呢 给我们找个雅各 我刚才没吃好 光跟他们生气了 我诚心逗逗他们 要了有的是钱 看见了没有 说着他把百宝囊一拍 这里就稀了花了直响 这里全银子 掌柜的火气差点热了 刚才叫我们逼得都要死了 这会儿来牛了 那有什么说的呀 人家先生都来了 快给我们找个雅坐吧 掌柜就赶快过来 对不起 这雅坐船都满了 那间不闲着呢吗 您说那个人家把钱都给了 说一会儿就来吃饭 几个人 两个人 什么时候能来 那可没输 我们先在这吃吧 他也不一定来给钱 怕什么呀 如果来了坐不开 我们再给他让出来 掌柜一看惹不起呀 倒不是惹不起石枪 他惹不起这几位先生 一看这三位气度非凡 落落大方 哦 那您请过来吧 说着把这几位给让到屋里 擦摸着案之后 就陆续的往上摆韭菜 这几位想坐稳了 等把这事情全都平静下去之后 才问石千 你怎么回事你 石千也着急呀 他这是回山报信 就找的是军事哥哥无用 他万万没想到在这会儿巧遇 但是有些话在这说不出来呀 虽然在雅坐里也是隔墙有耳啊 你别看吃饭不给钱 那吵的声音再大也没事 要提太尾高球的事情 高球发兵马 等等等等 那得找个地方说去 不过他偷眼一看呢 军事哥哥一脸都是气 哪是一脸都是气 也是一肚子的气 无用生气 不是就因为他吃饭没给人钱 生气方才他那句话 你知不知道经营电水高球啊 那是我刚儿子 你胡说什么呀 正在这时啊 包亚座给完了定钱的那位饭客来了 人家是两位 前面这位穿青挂躁 一步虚然胸前飘洒 黑灿灿的面皮 重眉毛大眼睛 三山得配四方阔口 大耳垂伦 后边那个年轻的非常漂亮 简直是男人生了个女人像 穿的也干净 是长的也漂亮 两人走在门口 因为人家都给完钱了 这亚座就是人家包下了 所以挑帘子 这年轻的第一个进来 石权把这外边坐着 他这么一看 哎呦 前面走的是浪子艳青 后边跟着是三哥 吉时与宋江啊 把石权乐得一个高蹦起来了 他用手一拍燕青的肩膀 哎呦 我的兄弟 那手还没等粘着人肩头 那这人一抬手 啪 往上这么一挑 差点把石权的胳膊给挑舌了 慢着点 你干嘛 跟我手这么黑 我的兄 石权龙眼神定睛仔细瞧啊 不是燕青 哎呦 那么这小伙子是谁啊 这就是浪子艳青在金凤岭下 晴天柱家招亲的那位上官玉环 这二位怎么到这来了呢 那就得由宋江这说起了 那天晚上 他和浪子艳青中途欲语 在晴天柱的家庙里头避雨 见着了古木空 被古木空一片鬼话 把他给瞒住了 五经半夜 他让燕青出去追凶手 因为古木空已经躺在那床板上动不了了 身上插了一把钢刀 说明是让他那个庙主把他给杀了 宋江一着急 让燕青出去捉这个凶手 他敢把燕青打不出去 古木空坐起来了 庙里头漆黑一片 手里那小灯碗 那灯火苗比那豆粒大不了多少 这人已经死了 忽然又坐起来了 即便就是吉时宇宋江 也下个头跟着发胀 他刚要陌生往外走 啪啪这么一下 只见古木空冲他这么一走 好像是一块大包袱皮似的 往宋江的脸上这么一蒙 吉时宇什么也不知道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宋江明白过来的时候啊 他觉得他在车上躺着呢 倒是没捆他的手脚 随时没绑着呀 也觉得是四肢无力 脑袋一阵一阵这么疼 宋江心想我这是跑哪来了 看来这不是白天 黑得要命 哦还在庙里 这天还没亮呢 他听着耳边有动静 金铁相机之声 这是有人在短兵相接 正在那打仗呢 所谓短兵就是刀剑 相接为近战 谁在这打起来了 燕青哪去了 哎呦 吉时宇想起来 我让燕青出去追凶手去了吗 还没回来呢 那么那和尚呢 想到这儿啊 宋江全想起来 是让那和尚用什么东西 把我头给蒙上 从那儿就什么也不知道 他咬牙关一滚身起来了 用手挑开了车帘 往外这么一看 可不是还是晚上吗 只见远处里刀光剑影 杀得挺凶 也没看出来谁跟谁打 宋江一琢磨 这是要弄车 把我拉哪儿去啊 我呀 别在车上啥等着了 我下去吗 他下个车也并没跑远 跑到路边那树林子里边 藏在一棵树的后面 他要看一看 究竟是谁跟谁 在那打得那么凶 宋江也在想 这是肯定 有人用车要把我拉走 有人不让拉 打起来了 要不然怎么能 赶车的自己跟自己打起来 没拿事儿 他本想看个明白 谁知道就觉得头一阵 剧烈疼痛天旋地转 又一次摔倒在地上 等宋江再醒过来啊 可比原先强多了 既不是在车上 也不是在地上 而是在炕上躺着呢 有人给他端汤 喂药 在身边椅子上 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大姑娘 宋江真糊涂了 我这是做梦呢 还是真事儿啊 记得自己从济世那天起 还没约上过这事儿呢 这姑娘是谁啊 上官玉环 宋江这是在谁家的炕上躺着呢 是晴天柱一家店户之家 上官玉环和燕青一起 出来追古木空 一个问东南 一个问西北 上官玉环这孩地里非常熟 他追出去一段路 一看没有 他就翻回来 等返回来的时候 燕青和火闪婆王定六 已经古木空就都走了 车也没了 上官玉环就发现了 及时与宋江 他没见过宋江 他怎么认识 燕青跟他已经讲了 这人的穿戴打扮模样长相 他就把宋江给救到这店户家来